视频刚开始可能就有人要问了 咋嘛要脱缸了啊 跟藏村度蜜月去了 嗨 最后一个章节 内容太多了啊 听上去有点过于的杂乱啊 所以又重新整理了一下 这次各位再听 哎就更懵了 上回说到陶梦燕被刚放出来三破的梁绍平 一刀给剁的精神迷离了 可以说是梦辉1926年 正值住小红被当做纸新娘 献祭的当天晚上 此时的梁绍平被藏陵村的刁民囚禁在了藏宫里 好在之前做个功课啊 道具也是准备的相当硬核 暴力的破解了很多机关 最后手拿着大刀勇闯祭祀现场 结局各位都知道了 梁绍平被五花大王砍了头 祝小红绝望跳崖结束了生命 封建迷信下的一场悲剧 陶梦燕该醒过来了啊 在鬼戏楼过夜可不行 就感觉这个梦超真实 将信将疑 我前世是祝小红 这么说我也是有对象的人了 发朋友圈炫耀一下嘛啊 他们肯定劝我要别停 带着梦里的记忆 陶梦燕对藏老六的这些个产业更了解了 不管怎么样 出藏宫是没问题的 陶梦燕又打鬼戏楼先上来 藏老头瞧见了 芝心娘快来快来 我好像看见煞金刚了 是你把他放出来了 陶梦燕点点头 可不咋的啊 这个他学会了 脏老头这痛讲自己的个人事件啊 早年间献祭给脏老六一对阴命的双胞胎 合着聂默其聂默离的事也是他窜夺的 一辈子没干过人事 陶梦燕说要找到六藏灵塔离开村子 脏老头一听都愣住了 我是说梦话了吗 他怎么知道呢 脏老头是不知道陶梦燕在鬼戏楼里都经历了什么 现在有点反客为主的意思 说脏老头是老神棍没文化傻笨笨一个 劫贪老头被扔藏宫能死 自己不绞紧还口出狂言 明顽不灵顽固不化 死爸爸哭咎就宁桑种的玩意儿 把脏老头怼的根搂根搂的 陶梦燕转身去开藏宫大门 第五章藏灵 藏宫外面还真没人 村民都去守出村的关键路口了 显得自己挺聪明赛的 一脑袋大米粥 陶梦燕按小时候的记忆 找到了有藏老六雕像的大树 这六藏灵塔的入口就在这树根子底下 之前有书记载藏老六颠倒阴阳 所以这很多层的地下室就叫塔 明顾位就说梗不梗 让柳个烟囱绝对能打出水来 陶梦燕点点头 下去看看嘛 离开这里之前还有两件事情要解决 一个是还前世男朋友 一个自由 二一个把藏老六的邪经毁掉 陶梦燕顺着树洞里的楼梯下去 说真的 小鬼到这都得吓哭 这气氛比阴间还阴间 正面就是真经店 谁知道里面放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玩意儿 陶梦燕来到门口戏瞧 藏老六六只手上各有一个窟窿眼 陶梦燕环顾四周 这边放着个玩具箱 四个风车按照提示 同步下旋转时四个颜色扇叶的方向 箱子打开 里面一个很无聊的小玩具 翻来翻去只能拼出四个字 印天阳地 这是要把倒反天罡进行到底 旁边是一个通往下一层的入口 调换拼出这四个字 入口打开了 陶梦燕顺着楼梯下去 四下里一瞧 哎哟回家了 合着自己一直住地印子里了 陶梦燕正发愣呢 有人说话了 梦燕你又到哪玩去了 这么晚才回来 说话的人是陶梦燕的母亲 奇了怪了 没听说跟着一起回来呀 陶梦燕一错神 感觉也没什么不对 说了句 我和墨奇姐姐一起抓蝴蝶了 恍惚之间回到小时候了 陶梦燕这个嫩呢 小脸蛋一掐一兜水 这黑着脸的老母亲说了 你长大要当纸新娘 要端庄 快睡觉去吧 陶梦燕回应了一声 就瞧见一只很眼熟的蝴蝶 奔着镜子飞过去了 陶梦燕跟着过去 掀镜子上的红布 就这么几秒钟 自己过去的样子将来的样子都看见了 陶梦燕连喊了两声妈妈 说镜子里面有鬼 这老母亲过来了 小孩不要乱说话 有藏村保着 鬼怪凶煞都不敢来藏陵村 陶梦燕就感觉被唤醒了什么 藏陵村凶煞 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做 查看周围的物品 发现三串数字 其中一串乘上起下 陶梦燕用一长串的数字打开了柜子 里面一块玉石 玉石也眼熟 刻着蝴蝶 杨绍平送祝小红的生日礼物 在鬼戏楼砸镜子摔碎了 怎么跑这儿来了 众所周知 玉石它存在的意义就是砸镜子 再来一回吧 伴随着镜子破碎的声音 陶梦燕也清醒过来了 再看周围 还是在老房子里 换树也带套娃子吗 紧接着藏老头村长大物 嫌轮番洗脑 陶梦燕脑子里都要开锅了 心说这玩意可比吃了毒蘑菇体验差多了 紧接着灵机一动 看破幻象用手机瞧瞧吧 果不其然 手机里看到的画面跟眼前可不一样 风煞电 梁绍平最后一份魂魄 八成就在这里 破解了幻象 一切就剩下解谜了 风煞电前有一口顶 上面有不同颜色的石头 嵌出来的图案 瞧着是深奥 但数清每个颜色石头的数量就能打开旁边的箱子 所有机关谜题五部之内必有答案 箱子里一个铜葫芦 一枚五行古壁 一枚六藏宝石 装的东西够多的啊 箱子旁边是下一层的入口 解谜线索 陶梦燕一抬头就看见了 按照每块布的颜色对应的图案 机关就打开了 下一层 还是幻术 村里的后山 脏老头的声音又出现了 说陶梦燕跟脏老六有多亲 小的时候总是在脏老六身边跑来跑去 陶梦燕直接回怼 是不是我不一定 肯定不是你 你个结谈老头根本跑不动 快找个凉块地方躺好吧 你都招苍蝇了 脏老头又被怼的根搂搂的 陶梦燕掏手机再看这一层 脏物店 门口有小河流过 离自己最近的是一个五行相生相克的一个小台子 陶梦燕把得到的两块五行骨壁放上去 红色箭头为相克 绿色箭头为相生 挪动所有骨壁使他们的关系成立 各位 论动脑子可能陶梦燕比较厉害 我就差点啊 第一 我没有逃出藏灵村的实际需求 二 一个我没有爷们在里头封印着 所以我看个广告跳过了 里面又得着一块六藏宝石 在藏物店门口有一雕像 手拿罗盘 二层柜子上书中记载说 有巧匠萧某修建藏宫 然后喝酒喝死了 因为修塔有功 在第三层给他立了一个像 手拿罗盘 这位应该就是了 罗盘拿不下来 陶梦燕用铜的酒葫芦一换 这罗盘差点掉地上 一瞧罗盘的指向 每层不一样 记下顺序 二层书柜的木盒就打开了 里面一个石头的铃铛 跟旁边大乌贤的塑像很配啊 陶梦燕把石头铃铛递到塑像手里 就听见哗啦啦一声 风煞店大门打开了 陶梦燕进去一瞧 自己家的地下室 幻觉里这几个老帮子 又开始挑拨陶梦燕 跟梁少平的关系 针对性很强啊 这完全就可以当屁处理 陶梦燕用手机一看 这个房间是真的热闹 除了一对阴童子 土老四这个不是人的玩意儿也在 有竹简上记载 阴童子也是凶杀 不能焚烧生贤的衣物 防止两个孩子挣脱控制 陶梦燕点点头 知道该怎么做了 大门正对面的神看上 土老四的皮影压制着梁少平的魂魄 活着的时候不干人事 死了还是那个玩意儿 这十八根蜡烛 之前书里瞧见过 九珠风魂法 缺德缺大了 旁边发现一水晶杯 上面的文字排列 刚好跟二层顶上的图案对得上 再参照三层墙上 两个颜色的五角星 就点亮了龟壳 乌龟冒了个头 陶梦燕得到一个五行的零件 藏物店的门上正好就缺这么一块 拼上就可以开始小游戏了 快速点选随即出现的元素 相克的元素 各位 论动脑子可能陶梦燕比较厉害 我就差点 第一 我没有逃出藏灵村的实际需求 第二 我没有爷们在里头封印着 卡了十多分钟 我才通过 房间里找到小孩的衣物 又破解了推理小游戏 获得了玄奘曾经使用过的藏灵 列外注意 这个是藏灵 大乌贤使用的是藏灵 是有区别的 一正一席 陶梦燕靠着这个灵呢 消除了幻象 小盒里莲花灯上的蜡烛 也可以拿了 回到风煞店 用蜡烛先把土老四皮影烧掉啊 他在这屋里 晦气 小孩的衣服烧掉 阴童子也自由了 在火盆里 陶梦燕得着一长命锁 一小手镯 一六藏宝石 这俩小孩存的东西也够多呢 手镯放到二层的书柜上 有四个珠子亮起来了 再回忆在藏物店里 墙上挂着的小破坏 送葬队屋里 有四人举着火把 陶梦燕依次点燃这八根蜡烛 正中间放上梁绍平 生前的一件物品 蝴蝶玉石 煞金刚画像 呼的一下就烧掉了 百十年了 梁绍平的魂魄 终于是自由了 陶梦燕这会儿 还有点不太好意思 毕竟和梁绍平俩人有科学无法解释的情侣关系 对着空气安慰几句 就踏踏实实的投胎去嘛 有机会来世还可以做情侣 如果你努力的话 这辈子也是可以的 陶梦燕在这瞎琢磨 此时此刻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离开前 陶梦燕把蝴蝶玉石收进了背包 梁绍平送出的礼物 跨越了生死 现如今被陶梦燕接受了 也算是让人欣慰的结局 这墙缝里还有自己前世恋人暴力解谜用过的锤子 也拿上 水晶杯上的六藏宝石也可以歇下来了 长命锁放到藏物店的天平上 又获得一块六藏宝石 阴童子手上还捧着个存钱罐呢 之前为了换取五星古壁 把墙壁里取出来的风水铜钱存理了 陶梦燕家里有祖训呢 出门不捡钱就算丢 这赔本的买卖可不行干呢 再一个只有砸碎才能体现一个存钱罐的价值 陶梦燕锤子一抡上去 小陶罐粉粉碎 阴童子表情不是很愉快 好在罐子里有第六块六藏宝石 在真经殿大门上六块宝石都安好了 大门扑扑扑的打开了 走廊里两个阴童子拦路 陶梦燕好言相劝 自由了投胎去吧 小姑娘走了 小小子没动 陶梦燕又说了 小男孩大气一点 不就是个存钱罐吗 投胎你又用不上 去吧去吧 自由了 小小子不为所动 陶梦燕很淑女的这么一个姑娘 烫一脚 小小子飞出去的时候都听见风声了 陶梦燕再往前走 瞧见收人了 明面上是鬼话连篇的大乌贤 其实是套着香油瓶子的村长光头强 见面第一句话 我早就预言到你会来到这里 光头强靠着匮乏的知识储备 硬傲神秘感 脏老头巴巴的就直说 还说了放弃吧 你逃不出去 这里机关重重 只有大乌贤才知道通过的方法 这光头强脑袋瓜要不要不失尽了 陶梦燕打入口进来走到这了 一个走后门的在这口出狂言 光头强很没面子 命令村民抓住陶梦燕 可这村民一瞧 陶梦燕手上拿的认为是不祥之灵 其实是正儿八经的藏灵 没有村民赶上前来 光头强暗下狠心 疯狂摇灵嘴里也念念有词 只看见墙上磕了巴 撑的藏老六壁画显出黑影来了 一掌打过来 陶梦燕进入虚无之境 藏老六的嘴和舌头问话了 一个哲学问题 你到底是谁 陶梦燕回了句 跟你有什么关系 轻松化解 藏老六第二波公式来了 如老蚁一般的凡人 为什么不接受藏尊 恩赐给你的命运 陶梦燕回了句 要你管 轻松化解 被安排玩了一次消消乐 所有图片都消掉 藏老六的嘴和舌头说了 看吧 到最后你一无所有 藏老六很可怜 消消乐这样的小游戏都没玩过 最后有剩下的 那他喵的是卡关了 陶梦燕又胜一局 游戏里这段是很精彩的 我没有必要复述一遍啊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瞧瞧其他up主的实况 按照一般情况 陶梦燕这种算是完胜 可是藏老六是六只手 陶梦燕正犯愁呢 梁绍萍出现 一刀砍掉藏老六三只手 很帅呀 之后被藏老六拎起来扔一边了 接下来藏老六发起了第三回合 针对走自己的路 这样的话题出了华容道的关卡 陶梦燕心说 自己不能被藏老六牵着鼻子走啊 摇动藏灵 思绪清晰了许多 一看着华容道的局面 差点乐出声了 两个阴童子已经被放跑了 剩下一个藏老头 结贪不说 身体状态就要回归大自然了 没人能拦我 陶梦燕连胜三局 现在藏老六就跟个陀螺菜的 光头墙都清了 这些题目我一辈子都没参透啊 果然还是我适合当大物贤 光头墙继续放狠话 别得已太早 藏村的神通是无穷无尽的 这会儿藏老六技能已经冷却的差不多了 打身上又发出六个叉来 陶梦燕摇摇头问了句 你们在那边忙活什么呢 原来陶梦燕趁藏老六技能冷却 已经到后门出口这一边了 脚下就是一木箱六脏邪精 陶梦燕手拿着锤子 还问光头墙呢 你猜我想要干什么 光头墙吓坏了 盲喊 我想 经书可不是你能碰的 陶梦燕管他说什么呢 咚咚 普 就三下 木箱上一大洞 紧接着腊肉往上一撇 天干物燥啊 一箱子不健康的书籍 呼拉一下就全着了 在场的村民都吓傻了 光头想起的原地直转圈 速度再快点都能咬着自己尾巴了 所有人围着箱子不知所措 陶梦燕推开后门就走 站在山坡往远处眺望 陶梦燕点点头 是藏陵村的方向 因为冒烟了 陶梦燕也报了警 这场跨越百年悲壮又离奇的故事 也算是告一段落 这正是山青青呀 陆漫漫 妹妹我唱歌给青狼 但愿与狼长相守 生生世世 不分离 夜长长雅 盼情啊 妹妹我泪眼 石头凉衣裳 我俩似于水 轻衣身内 生生世世 无分离 人生呀 离别啊 离别啊 妹妹我不求富贵 何如花呀 但愿与青狼 长相守 生生世世 不分离 不分离 莲名标签 生生世世 不分离 相生世世 不分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